他不是國軍 硬要住英雄館 官司打三年 判賠百萬 他憑什麼不住給我 因為是國家的東西嘛 氣死了 南部鋼鐵大廠 葉輝公司副總 龔泰安 對於英雄館不給他住 真的要氣死了 他長期住在高雄國軍 英雄館826房 三年前官方公告 不再提供長租 他足約到期 卻不願搬走 他說這是有原因的 我小孩以前是渡秀的 所以我才搬來這裡住 住了之後 大概是因為這邊比較熟悉了 所以我們就去住下去 在民國九十幾年的時候 新來一個賴金 我本來是算九樓的 九樓是上校訪 他認為我生物不合 不能住那裡 把他趕下 又斷電又斷水 一個多月我吹 我沒有辦法 我就被迫搬來826 最後一個合約是104年的 10月31號到期 但是到期之前 他就拿一個 總部的一個什麼 什麼單子叫我簽 說他總部說 不能住長期 那我就莫名就要簽 他又拿著那個 我說他不住給我 他就要叫我關 基礎是蠻重要的東西 你應該是這樣 你拿回去看三天 我告訴你 不能住了 並不是說馬上 你要他簽名 處事態度不是這樣 我合約到了之前的半個月 他就修我這一個房子 切割機 又噴機 全部就放在我的隔壁 就對著我用 造成我家人 窒息的窒息管 還有我本身很養 你可以提前解約你走 你不是要坐在這裡走嗎 我為什麼不願意搬 我說你這個太離譜了 於是被國軍英雄館 告上法院 高雄地院審理認為 國軍英雄館 依有提前告知 他也簽了名 功能不搬即是無權佔用 判他應將房間騰工返還 以及贊助 32個月的房租 128萬元 他不滿上訴 結果 賠更多 功能表示能理解 但還是忍不住 這個打官司可能 你的機率不高 因為他不願意做給我 你國家之眼 你可以這樣障 隨便亂障嗎 你要有一個標準給我看 董新聞總和報導